卖地收入的下降 正在成为地方政府头疼的一个根本问题 数据显示 在2021年31个省前10个月成交的土地出让金中 只有江苏、浙江等8个省份土地出让金 同比出现了正增长 其余的23个省份均同比下降了 其中云南、新疆、海南、黑龙江等降幅甚至超过了50% 为什么卖地收入降得这么厉害 一方面,2020年上半年经济活动停滞 很多城市没有卖地 加上22个重点城市实行三次集中拍地活动 10月份,很多城市刚完成第二轮的集中拍地 数据下滑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调控政策频出 三道红线压在了房企的身上 加上巨型的房企恒大爆雷 房地产行业信用收缩 银行信托开始抽贷断贷 依赖融资的开发商无力再拍地 土地流拍线上开始蔓延 那卖地收入究竟降了多少 数据指出 全国300个城市住宅用地 今年第三季度成交1.6亿平方米 同比下降了46.9% 土地出让金8623亿元 同比下降幅度高达36.6% 在已经进行了第二轮集中 工地城市的成交地块中 四分之三的地块已经没有了任何一家 但各个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 依赖度依然较重 2020年,全国土地财政依赖度 攀升至29.72% 浙江,江苏,广西,重庆,四川,山东,安徽 七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依赖度高于45% 相对而言 宁夏,内蒙古,西藏三个省市 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度偏低 土地财政依赖度均低于20% 由于政府返还的土地出让金 是城投公司偿还债务的重要资金来源 因此,土地出让金下降 还会影响当地城投偿还债务能力 2022年,城投债务会面临一定的偿付压力 总偿还债务的总量在4万亿左右 其中,三四月份是偿债高峰 从省份来看 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湖南 为偿债金额前五大省份 部分省份,由于区域经济实力较强 金融资源丰富 即使土地市场变冷 短期看,对于基层的运转 工资的发放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长期就不一定了 我们根据土地依赖度和债务率 将全国各个省份按照四类进行划分 第一类,以天津,贵州,湖南,广西,福建 为代表的高土地依赖度 高债务率的地区 这些省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下滑最大 因为卖地不仅是发债的担保 更是偿还地方债的来源 卖地规模和价格下滑 必然会造成辖区内的城头的融资能力的下降 债务还本负金压力上升 第二类,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 为代表的高土地依赖度 低债务率的地区 这些省份土地财政收入的用途 更多的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或者成立地方的融资平台 因此,土地市场降温 对于这些省份的影响 更多的体现在了投资端 基建速度会放缓 但是缓债的压力较弱 第三类,以辽宁,云南,内蒙古 为代表的低土地依赖度 高债务率地区 这些地区无法通过卖地 为地方政府输血 无奈只能继续发债 来缓解收支的压力 第四类,以江西,甘肃,山西 为代表的土地依赖度低 债务率低的地区 这些地区 土地市场的变化影响不大 即使卖地少 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一直都在过穷日子 目前来看 土地财政依然是地方财政的大头 对于保民生 保工资 保基层的运转非常的重要 以某个县城为例 2021年 这个县可用的财力有40亿元 汇总支出需求 就达到了50亿 财政缺口达到了10亿元 从阅度账本来看 刚性支出3亿元 其中工资性支出 每个月需要2个亿 运转、社保等总计需要1个亿 税务部门 每月收入却只有2亿元左右 为了保民生 保工资 保基层运转 每个月 该县的缺口就达到了1亿元 要扭转目前的现状 靠发债 税收 节衣缩食的日子 是很难解决的 稳住房地产 维持土地市场 还是当前唯一的解决办法 目前 中国楼市已经有了转向的苗头了 10月末 银行业金融机构 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了8.2% 整体保持稳定 个人住房贷款 90%以上用于支持手套房 投向住房租赁市场的贷款 同比增长了61.5% 除了监管放松 地方政府也在协调金融机构 增加房地产 信贷投放额度 加快发放速度 截至2021年11月23日 房地产企业信用债发行明显提速 发行规模已达到了425亿元 是上个月的227% 银行有了额度 市场里钱多了 利率也就降了 11月 100个城市主流手道 房地产贷款利率为5.69% 较10月回落了4个几点 二套房贷款利率为5.96% 较10月回落了3个几点 平均放款周期为68天 较上个月缩短了5天 当然形势依然严峻 从土地市场到地方财政 基层开支运转到城市基础建设 从开发商到供应商 从银行到购房者 在这个人人都嫌弃的房地产时代 人人却都离不开房地产 中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下降 那么中国的基层开支应该怎么办 感谢观看